话题来关心台美关系升温 美国国会议员接力来台 参议院共和党首席议员葛瑞姆率团访台 成员不但是跨党派 而且都是相当重视台湾的资深议员 总统蔡英文上午接见时表示 期待在新的印太战略中 和美方共同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 而外国会的主席孟南德资则爆料 说团员们都收到来自于中国不满的信函 但是大家不会退缩 坚定支持对台湾的承诺 不过对岸及跳脚 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突袭演练 解除居家隔离后的第一个公开行程 总统蔡英文在府内接见 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议员葛瑞姆所率领的访问团 我们期待能够在新的印太战略中 扮演积极的角色 和美国等理念相亲的国家 继续共同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访团一共六个人 不仅跨党派 而且都是很挺台的重量级资深议员 这也是今年第一个来访的美国国会访团 但却惹来对岸不高兴 中国政府提供我们的公司 公司提供他们很不愿意 我们在这里 但这并没有离开我们的来 并没有离开我们的未来 支持台湾 我们将开始为中国资金 资金最高兴 在世界各地的地方 访团用行动支持台湾 真的一点都不畏惧北京压力 但既然新函抗议没用 中国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展开对海突击演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 力兵莫马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挫败 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而访团成员多次联署 国会友台议案 联名函 以及各项友台倡议 至于我国驻美代表处的更名进度呢 美国国会资深议员24小时顺风访谈 也显现美国对台湾坚弱磅的支持与承诺 记者小米学生台北报道